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來到接觸直播台的時間 全球放水救經濟,股市糟目驚心 大家怕身家縮水,要保衛資產有甚麼辦法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重榜級嘉賓 先有大家熟悉的Kingsir 就是香港按揭轉介創辦人兼資深物業投資者葉景強 Kingsir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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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聯物業住宅部CEO報少明Sami 會和大家一起分享投資實戰的攻略 先問Kingsir 我們現在經濟大的逆浪 打過來股、債、金、油全部都散散 我們很怕經濟的問題,怕財源沒有一份工 但是另一方面有全球放水去救市 其實我們這些所謂中年危機 又怕財富蒸發 我三個來 我三個來 是否有甚麼辦法可以自保 可以益一下我們的觀眾 基本上見到全球都一直放水 美國就放七千億美金 英國剛宣佈了三千七百億英鎊 歐元區就整個七千五百億歐元 所以來講全球放水 其實短期內我建議大家就拿現金 因為始終很多情況都是沒有 最壞的情況還沒有出現 你看到剛剛今天美國的確診人數 有三萬多 一倍到差不多 上星期五一萬 然後一萬五 然後兩萬多 然後三萬多 看到其實他們不是沒有市 只不過沒有驗 所以大家要明白 可能那個美股應該還會有一跌 或者是最主要現在的問題是 市民會有信心 一歲信心 投資者一歲信心 股市就跌得很厲害 所以短期內 就算你撈底也要小心一點 股票方面 短期內持現金 中長期一定要持資產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剛才講過 全世界應該不斷放水 因為放水的話 其實你不去做對沖工作 你的資產 尤其是現金就會被貶值 就會縮水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不懂得去投資 而走去投資的話 就更加危險 你拿著一百萬的 我後來 我都拿著一百萬 2008年拿著一百萬 到今天都拿著一百萬 但問題可以扣到零件一半 不算是五成 但是問題 你拿著一百萬走去投資 不懂投資的東西 可能是股票 或者其他法力 有些投資工具 你可能一百萬 墊回五十萬 那你更大問題 所以大家要小心 總之是 中期大問題 你一定要做的 就是要投資 中長期 因為不然的話 你不斷被全世界 一路量化豐松 資金越來越多 你的資金的價值 譬如貨幣的價值也會跌 但是問題 未來就是 當市況穩定的時候 資金 就是之前放的資金出來 有很大部份 就投入一些資產的工具 譬如股票 債券 或者一些物業 所以大家要想定 在這一刻 所以我來講 應該要了解 怎樣去部署 到時 真的 哇 市況好 你才去做 那就太遲了 是的 Samuel 我猜你最近都收到很多風 其實我們 在市場這麼差的時候 又很怕 所謂物業的通脹 我們過往曾經經經歷過 特別是物業市場的通脹 現在我們是否應該 要預備這個通脹發生 我自己看 樓市 因為近期股市都是比較差 但是樓市來說 似乎受股市的影響 就相對沒有那麼大 剛剛過去的星期六日 其實那個一二手的交頭 都是不錯的 也都看到過往的經驗 當量化寬鬆 和加上減息的時候 的而且確 是資產會升值 對上09年那次 其實那個失業率 都一直是上升的 升到年底 就留意到 但是樓價反而升15% 這就是當時美國放水 就是印恆指的 令到很多資金 投向了物業方面 所以就 凡事兩面看 現在我們都在面對 可能經濟未來 都會更差 股市都很波動 但是始終樓市來說 長遠來說 我看這幾十年 都是升人通脹的 大家都是覺得買物業更加穩陣 近期來說 我們看到 甚至有些覺得 買磚頭更加是穩陣 買股票 所以也是 有些少量的投資者 寧願將資金買樓收租 所以在量化寬鬆的時間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真的樓價會不會因為 資金湧入 而是不跌反升 這個情況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我們以往的教訓 如果市差的時候 就不買好物業 將來市又旺返 或者市場太多資金 就推高物業的價值的時候 我們就口悔莫及了 另一方面 就是實體的需求 其實我們每一年 新分 出新的個案 各有五萬宗 持續有剛性的需求 但是 不過仍然有很多大膽油 會不會說仍然是 市淡的時候 仍然每年都有些 不買樓的理由 我們可以看看市場 或者市民的心聲 其實有些一直不入市的理由 畫面上也很清楚 有個不入市的理由 原因 不知道兩位 贊不贊成 或者我們怎樣去理解 或者怎樣去平衡 不入市的原因 永遠都有的 就是說 十萬個理由不入市的 由2010年到2020年 都有這些人 永遠都是說 最大的擔心就是 一買就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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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每天都是這樣 周而復刺 其實永遠都上不了車 最重要是看回自己的需要 我覺得 就是那句 你份工OK的 你份工不會被人炒 減薪的 有需要 有自主需要的 其實我覺得 今天來買其實都沒有問題 今天來講 市況比較淡靜一點 你起碼找到 有機會找到一些 比較適合你的單位 就是你在好市的時候 上午看完之後 下午已經去了 走了 其實你都沒有時間 足夠時間去看樓 今天來講 起碼 你可能看完一層樓 可能有得 一兩個禮拜都沒有賣出的 起碼多點時間去想 多點時間去看 這個時間 適合一些的 上車用家去 慢慢看 哪些 是否適合他的 哪些東西適合他的 反而還買到一些 比較深水的單位 最重要的就是 當然看回自己的需要 譬如說 你現在來講 你真的在市場上 你真的要租樓的 基本上 你租樓 你去市區 好少少都兩萬元一個月 但問題是今天來講 又是息口 相對來講 現在已經開始減緊了 未來可能估計 那個Hybrid會跌到0.5 0.5 加上現在的Hybrid Trend 基本上 你是大約兩年不用的 絕對是便宜過交租的 公平的租 其實很快會將它出現 所以大家要明白 始終這個是資產 而資產公元就是你的 不是說 別人跟你說交租 永遠交租 交十年好、二十年好 都是給了業主 就是益撒業主 所以說我都是 你始終如果有需要的 不如你自己去買吧 始終未來 一段非常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會保持一個低息環境 其實很多不同的場合都有講 其實美國是很難大幅加息的 如果香港跟著美國的話 其實是pack了的話 其實香港都是為了一個低息環境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未來的息口會大幅加得很厲害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如果工作可以的話 你亦都想著 不是想著移民的 那你投票票的 你便在香港抹茶樓截住 我覺得這個是 始終好過做業務民族 就是可能要家裡租你走 嗯 這個真是我們長先一些去看一件事情 但是 Sammy 你有沒有覺得 這些不入市的原因 你覺得有些是 都值得反駁一下 我就做這行都做了很久 那你都真的講中了 你不行 有些經常都不入市 跌的時候 他就覺得 還未跌得夠 還未跌得夠 當升回的時候 又升 可能又會跌 永遠都是上不了車 買不到樓的 正如剛才Kynsher都說了 真的視乎自己的實際需要 做足功課 在跌市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機會 因為 起碼多些盤給你選擇 因為我升市的時候 其實放盤也少 你想買到心目中的單位 也未必買到的 有時候你想買高層 它沒有高層 你想買中低層 也沒有中低層的盤放 但是這些事 相對放盤是多了 第二點 業主也要談一下 以價空間也會有 市況的時候 不要說以價空間 你看中了 到價錢都反 你價都會有 所以現在真的 你自己的經濟能力 是負擔得到 而你是有自住 有這個需要的話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都是 就是供樓始終好過租樓 租樓真的是給了業主 供樓 特別是現在的息這麼低 本金很高 差不多六七成都佔了 本金 利息是相對少的 你也當作一個 一邊住一邊儲錢 到時升值的 你就賺了樓價升值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現在一個比較淡性或者跌市之下 其實都是一個適合置業 有機會是自業的 是一個機會 是的 除了看到一大堆不入市的理由 原來現在也有些潮民 現在可能是 HOME OFFICE 多了這些事情 看到有些潮民 都是解釋 為何這位仁兄 都是不買住的 搞到2047都買不到 現在我們雖然說 應該是要考慮 部署還是入市 現在帶入市的心理關口是什麼 以及時機是不是現在 這樣說 最主要是 需要住 又是那句 我先戴上頭盔 口罩和頭盔 頭盔就戴上 保持安全 我們 你又要住 又要 工作又沒有問題 未來又不會差餘 工款能力OK 我覺得 你為什麼不買呢 尤其現在來說 可能 你見到深水樓 亦都可能有機會 談到比較好些的價錢 可能比市場 可能低了幾個巴仙 5至5個巴仙 其實這段時間 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 因為 始終有一句 今天來說 其實很多人說 有些方家的學者 我覺得又 沒有做好功課 就做訪問了 就說 那個工款 其實基本上 今天來說 你的工款裏面 有分本金和利息開支 利息開支 其實佔了大部分 八九成 這個是很舊的歷史 那個是九七 八零年代 那時候 十幾二十里 那時候的情況 今天來說 就算你做二十年的按揭 基本上現在來說 你供兩萬元 大概有 九千元 就是買一萬元 是本金來的 其實你一直存錢 你扔轉 你給業主租樓的 你支出是兩萬元 你每個月 就給了兩萬元 但業主的支出 實際上 可能不計算的 餐館管理 是九千元而已 他代了一萬一元 每個月代你 一萬一元 一年就代了十幾二十萬 所以來說 其實你就為業主來供樓 譬如說 誰真是樓奴 你自己看一下 買樓是做樓奴 買樓始終有一天供團 租樓來說 你始終租到八年歸佬 你都會幫業主供樓 所以來說 你自己衡量回輕重 最重要是你份工OK 有需要住就住 還有 你只要問你的資產 當時你可能有需要的 由兩房轉三房 你就賣了去 資產升略了 你就賣了去 你如果賣 不是啊 資產有機會跌了 跌就又跌了 你正在住 最後你都會升 因為這個世界的風脹 和全世界一直引人知道 資產未來 身後 未來 當然要反覆 但是 trend 都是向上升 明白 Sami 如果我們在一個未買過樓的 都叫做薪酬 又怕工作不知如何好 但又怕錯失了低位入市的機會 其實有沒有一些訊號 是我們知道 判斷到現在是入市的時機 我們都有做一個美聯的信心指數 看看有多少業主傾向減價的情況 我們看到近期來說 是回升了 即是 損盤有很多 即是之前 特別是二月中至三月頭 最損益的都消化了 當時來說 有些是減5至10 甚至乎有些是比市價低十幾都有 但現在來說 都難玩少少 真是可遇不可求 很間中有一個業主很急忙 但整體的業主的信心 比起二月頭至二月中 或者二月中至二月尾 就好很多 所以你看到信心指數 都是上升的 去到59點 至於樓價方面 其實現在是窄幅向下 即是回調的幅度也不大 因為大家很多次看報章報道 各方面 這個盤斥價 那個盤斥價 但看回整體的樓價指數 其實在二月份都是下了2-3% 只不過說個別是很劈價盤 報章通常都是喜歡拿出來 沒錯 拿出來 一定會登 民民急殺 沒錯 所以整體的情況 就不是這麼差 我講回基本因素 始終的息口這麼低 而市場的資金很多 再加上糧寬 以及供應糧 特別是私有的供應糧 接下來都是短缺的 一時之間也不是增得這麼多 如果以新樓來說 其實未來一年 只有一萬二千九個供應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每年其實都有萬幾兩萬個成交 所以供不應求的情況 仍然都會持續 所以我自己看 樓價在上半年都是受壓 但大幅的機會就沒有 是的 King Sir 你的投資眼光一向都很獨特 在SARS之後 你04年就拿著60萬賣 為什麼會知道 其實你的首期是當時怎麼來的 不是 首期都是儲回來的 我儲回來的 基本上很多都是自己儲回來的 很多人投資都是儲回來的 當然你爸爸媽媽幫你一把的好一點 但問題是當時我自己都是 三十幾歲仔 儲了60萬真的很失禮 儲了這麼少錢 有時候找得不多 因為當時幫家人 家人就不是說給很多人工 儲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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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於家人 因為生意開始都不做了 我自己出來做事 拿著幾十萬 當時你買樓 當時Benson就這樣便宜的 一層樓 在哪裏 買了 上車 就是銅鑼灣的 在那裏 很多腳毛樓留下的 60萬 其實當時我們買了多少 買了三層樓的 好像很多 因為一層樓六七十萬 你六七十萬 你給首期都是二十萬元一層 買完三層之後便停了手 那怎麼辦呢 所以唯有資金不夠 所以可能要摸貨 那時候 直至資金夠多的話 其實就不需要再做這個動作 就已經可以通過資產增值 可以再拿錢出去再投資 但是問題現在來說 比較困難 因為有FD和樓價商 比以前高了 這個遊戲比較困難 但是問題 很難再複製 但是問題 我覺得物業是一個好的投資 因為始終 物業一邊升值 始終是很稀有的一個資源 土地 加上物業也是 還有就是 世界上沒有一個工具 能夠好像物業做到物業一樣 就是對沖到那個購買力 比如說你買入了之後 你現在收一萬元 你未來 可能買酒去買 一萬元 比如買電子 比如說你買了方巴 可能是20元一磅 基本上你買了500磅方巴 方巴巴很貴 升到40元一磅 通脹很厲害的 經濟好 你的租金也會升到兩萬元 反過來 租金跌了 通縮跌到五千元 方巴人跌了十元 就是充足通脹 每個月有糧出 自製 不用做年金 自製每個月出糧 反過來 其他投資工具 股票很窄 都未必做到這點 股票很窄 都未必做到這點 所以來說 我覺得物業的投資 相對來說 是否高的風險 見仁見智 做得好的風險管理 不是低的 因為股票始終是槓桿投資 物業是槓桿投資 可能是 有些人做一元買十元 我當時做的就是七成 拿三成抖期 沒有那麼高的風險 但問題始終是 一共港的投資 大家都要控制風險 最重要 Sami 你可以建議 我們現在 像King Sir所說 都是綁住了 政策上面 應該是否最大 現在的年輕人 或未上車 最大事業的難題 現在我們看到 年輕人 我們看到很多 供款能力的有 因為始終是升低的 但是唯一是儲過首期 儲過首期來講 真的比較辛苦 所以近幾年 這麼多富幹 因為我第一次見富幹 就是四五五六年前 剛剛開始的時候 當時我也奇怪 我們那個年代 是買樓給媽媽 孝平回去 現在還要父母 供大了你 然後還要幫你給首期 還要給兒子 沒錯 媽媽要養 兒子要負責 正所謂 是搞三代 但是看到樓市的發展 我又覺得奇怪 覺得有能力 是要幫子女上車 因為肯供的話 生性的話 你幫幫她的首期 是一個很正常的 所以 我們都做過統計 六成人是公滿樓 其中 有七成是五十歲 打上至六十多歲 所以這麼多富幹 就是這批人公滿樓 可能手頭還有資金 的話 就幫子女上車 所以這個 我相信 接下來 都會是常態 幫子女上車 所以 第一 如果自己 死坑死底 就是儲存到首期 是最好 第二 就是真的 也需要父母幫 都幫 記得我們當年來講 其實自業都是 一個很遙遠的夢想 都是去少些旅行 吃少些 出街吃飯 是儲存一筆首期 我記得入行的時候 我老闆第一句跟我說 人無樓不法 第一 就要買自己第一間樓 供到差不多 就買多一間收租 再供到差不多 就買多一間 到退休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舒適的生活 我就朝會這個方向做 我覺得一點就是 很有趣的 我們亞洲人和歐洲人和美洲不同 我們亞洲地方不是很大 但是人樓很多 跟歐洲不是 我們不買樓 因為他們有很多地 是吧 周街都是地 你去睡街也可以 但是香港來講 或者中國來講 亞洲來講 人樓實在太多 所以來講 那些地的資源 就比較寶貴 所以來講 大家都要想想 想想現在 不是儲存首期的好時機 我們又去不到旅行 學習西苗 學習 洗錢收拾 手少了 又去不到健身 又去不到南北方喝東西 現在最好就是 儲存錢 儲存手期 買樓 我們很多時候都聽過一句 叫做 本錢不多 才越要買樓 我們希望可以為財富增值 你由三個單位開始 現在總值去到多少 過億 聽說 這些 這些 這些秘密 其實現在 有什麼財技 不要叫財技 或者有什麼按揭的方法 可以善用槓桿效應 去增加或借太力 不是這樣說 其實你 物業的投資 或者自用好 那些 規附的槓桿 你可以一元去買十元 這個是最寶貴的 譬如你買股票 當然了 一元買十元股票 但問題是你 跌了幾個月薪就斬你倉 因為補不到就斬你倉 你什麼都沒有了 但問題 物業呢 只要有得供 其實銀行都不會斬你倉 尤其是自用的話 所以來說 基本上你就 維持多一點現金 在袋子裡 除非你很多現金 如果不是的話 就維持一些現金 在袋子裡 基本上 有什麼風車租動 或者 份工沒有了 基本上你都 供了幾個月 其實都不是很大問題 今天來說 所以來說 大家最重要是 維持多一點現金 但問題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 如果你說是 怎樣去增加貸款能力 當然是你的工資 你可以有能力的話 你就可以做到一份半時間 或者有些工作 可能是 特別是一些專業人士 可能做一些公司裏面的 一些顧問 其實那些 你也有份工 可能未必一定要上班 或者你做兩份工 你增加自己的收入的話 你的借貸能力就會多 所以來說 大家努力一點 沒有一個說 天天來來給你 除非你爸爸媽媽很多錢 買一份房子給你 沒辦法 不然的話 你自己靠自己 就要勤力一點 以前我說 那幾十萬 六十萬 一元一元儲回來的 不是說天天來來給你的 你都要很努力的 每一個人 為了第一層樓 一定很努力去做的 但問題是 當你有一層樓的話 你有資產的話 之後那條路就走得很好 無論是 那些錢可以拿出來 家案出來 或者拿錢來做生意 或者自己想做自己的事 你容易很多 好過你慢慢儲回來 其實今天來說 尤其量化寬鬆 2009年之後 基本上你的工作 你不和我們以前阿信的故事 就是我爸媽那年代做兩份工 已經儲了很多錢 今天來說未必可以 因為為什麼 自容兩百分工之後 資產的增長升值 所以今天來說 你用雙手去存錢 是存不了的 一定要找資產 再追資產 才能走得快 但Semi 我們都要衡量風險 以及能力 我們怎樣去計算安全網 去避免有機會 可能發生撻訂 或者被人召喚的風險 我想第一 現在也是放寬了按設成數 大家用高成數按設的時候 真的都要視乎自己的實際經濟情況 特別是份工 是穩不穩陣呢 自己是不是在做一個高危行業 因為現在可能零售飲食 各方面 受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大家是不是這個工種 如果是呢 就要考慮多一點 按份工是穩陣的 是年年有機會有人工加的 用一個高成數按設的話 的確是加快了你上車的情況 也都是 上第一輛車 我們叫做 要求真的未必是你心目中的想法 但是 都說 先上車 你日後資產升值了的話 真的慢慢換 一定是換到你心水的 自己希望的夢想之屋 可能我會有三四間房 我會有跌西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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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難一步到位 現在資產都比較升值得快 現在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對於有關買樓 都有很多個誤解 找兩位專家 或者有實戰豐富經驗的朋友 解釋一下 如果有些人覺得 我夠本錢的話 就不要借這麼多錢 這個其實是 如果現在這個世代 這個說法 就行不行通呢 看回你自己的心態 譬如你自己很害怕很擔心 你就多給一些 口皮 五成 四成三成二成 兩成 你不用擔心 流價升熱血 但問題今天來說 如果作為一個投資的概念 就絕對不可能這樣做 因為為什麼呢 你就回轉你一塊錢 你可以拿兩塊來買 如果真的可以直接買 但問題之下 最重要的是那個息口低 息口低 因為未來長時間的息口低 息口低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不用這麼大壓力 成本低一點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其實你看通脹 平均來說 大概3%多 3%多 我計算數給大家看 今天你銀行值100萬 一年之後就還102萬 但如果通脹是3%的話 一年後的102萬 今天的購物率是99萬 就是另外一個數 你的息口是2厘 但通脹是3厘 3% 其實你今天的100萬 購買力會縮減 今天你借得多些 是代表你那個 可以膨脹 令到你自己的資產 倍增的力度大些 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盡量借多些 當然你看看你自己的能力 借不到就沒辦法 如果借得到的話 就證明你那個能力高 借得到就多錢 有些人以自己的心 能夠借多少錢 多少錢為幾十能力 Sami 你覺得我們那個年期 是不是應該越短越好 因為現在普遍25至30年 最長 但你也可以選擇15年 10年 這個真的是其中一件 是視乎你的年紀 當年你的年紀 去到退休 還有那個時間 都不是那麼久 可能你五十多歲 是否還借20年 雖然人行也借到給你的 也很借的 有借到的 但你到時是否還有份工 每個月可以承受的供款 那這些我覺得 就應該借少些 或者年期 都是短些 但是我年輕 我份工也很穩陣 或者是很大有前途 我相信你借多些 如果你的投資 我也是 似乎你的年紀 影響你的心態 我們看到年輕一些 都是會進取少少的 把資金擺多一兩柱 但相對年紀大些 他如果按鍵乘數 又比多些 所以這個風險 都視乎他的年紀 或者他未來的收入 都是有一個影響 Making Sir 你買買物業的經驗 非常豐富 但是都有沒有試過 出過市 買錯過的東西 或者沽錯過的東西 so far 你說買物業 真的沒有什麼出過市 託賴沒有出過市 都贏了 是買過那些工商庫物業 工商庫 買完後 想著可能是 會 desired 低價買回來 可能有機會賣了 尤其是 剛剛說ера學 就不給摸貨 就變成由投機者變成長線投資者 反而你借回我買股票 就是和那個 升一點點 還有一些鎮基金 反而我不太建議 因為有些基金有時候的概念 就是和你分身家 市場上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投資工具 大家要小心留意 尤其是一些你不認識的 表面上好像很好的 但是你要了解清楚是不是這麼好 譬如有些基金有700億回報 我買過的 但是我買完之後 價格一直可以下跌 就是他一直派息給我 每個月派息給我的 價格的unit price一直下跌 好像拿了我的錢派給我自己 所以我後來過了兩三年之後 計過了數目的派息給我 和價位下跌了之後 打個和 算了我走了 就浪費了opportunity cost 有三年的問題 就是打個和 撿三分彩 是的 Sami有沒有聽過什麼例子 我自己都試過 其實想著長線收租 長渣就變成短炒 為什麼我們做這個 真的是慘 為什麼做我們這行 其實買了本回來 我們都是想著長線收租 但是因為同時知道你多少錢買 你沒有放本 他經常漏你 他幫你找 還是賺三成都不賣 Sami不是吧 試過有個物業在九龍站 他業主因此情況一年才交給我 一年交給你 去到半年的時候 就有個同事說 賺三成 百幾萬 落了三四十萬 我都沒有放本 給我摸下摸下 真的也好 算了 賣了去 賣了之後 現在升到現在 都差了好幾倍 所以其實我過過 為什麼又補貨 補貨 之後也補貨 那一件是優質單位 所以我過往經驗 其實我買樓都是長沙多 唯一是 無端端就變了 這麼短就放了 這個同事真是第四 都是一個不是好的經驗 這些要落錯車 很多香港人 簡直是切腹之同 我試過 我買了一層樓 審判的 然後給個個別 通知了業主 買便宜了 什麼什麼 陪家陪勇給我 我便可以 賺少了 但是沒有辦法 遊戲就是這樣玩 大家小心 總之買了一層筍東西 之後不會出聲 什麼時候出聲呢 簽訂正式買了之後 你可以登廣告 開喇叭都無所謂 但是之前千萬不要說 慢慢 不要告訴別人 老婆都說 知道嗎 所以下次Semi有樓 不要給同事 沒錯 還有 傾斥也很驚艷 所以我們有時候見到那些客人 他真的找到深水單位 叫他落多些庭 落大些庭 因為 打銀的上升市 反效 但又不要太多 你又嚇了 你又嚇了 10% 然後那個業主說 你為什麼這麼傻 你為什麼10% 嚇薪他 是不是我便宜了 我想落5-6% 他都不覺得 一般是2-3% 這都是貼士來的 市那麼波動的時候 我們都要保障一下自己 要做一個精明的事業決定 除了要兩位類似經驗 找一個好的agent 還要善用工具 我們有一個美聯筍盤 說到這個之前 都是要找回報生 談回這個星期的信心指數 和樓價指數 這個可不可以再和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看到我們的信心指數是上升的 代表在我們放盤的業主 減價的盤是少了 即是去落價的 反映得總牌 的而且成交增加了 業主是硬了一點 至於樓價方面 繼續是輕微下調 我們見不到有大跌的跡象 也是下降了很少 下降了1%也不夠 剛剛過去的周末的屋苑 成交中數又是怎樣呢 剛剛過往星期六日 其實那個十大屋苑的成交 是升了的 去到17宗 我們見到其實星期六日 看樓的人 再比起之前的周末日 是多了幾個百分比 也都令到成交增加了 也有些業主就回軟了一點 因為早了一陣子又硬了 也有很多 不是多 但也有3至5%的現場空間 所以令到成交 我們見到就是上升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15大屋苑的 是的 我們見到15大屋苑 都是上升的 由19宗 是上回到24宗 也都升了兩成多 變成了和10大屋苑 走勢的成交量 都是一直上升的 是的 非常清楚 如果現在市這麼錯的話 想貼到實 不要錯失投資 事業先機的話 記得要繼續留意著 這個美聯的信心指數 剛剛Semi跟我們更新了 還有這個樓價指數 每個星期一 都要盯緊我們 可以看到我們美聯智庫頻道 美聯的官網 App Facebook 和IG 微信等等 多個平台都會有最新的更新 如果方便一點 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這個QR Code 就是美聯信心指數的QR Code 大家可以下載這個APP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兩位 分享了你們過去的贏錢 和可能上錯車和落錯車的經驗 希望下次再和阿Kings來聊天 下星期見 拜拜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最新資訊 立即訂閱我們的頻道